预防一些慢性疾病 预防一些血管性的功能 或好的一些慢性疾病 我们吃饭类的时候 多选择全麦类全乳类 不用那一碗的饭 全部都是什么 全麦类的不用 我只要是三分之一 来自于全麦类全乳类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加一点点的地瓜南瓜 或者是三宝叶麦片 也不用全部都是糙米 价格比较好下腻 至少有吃到一点点 然后呢我在多吃青菜水果的时候呢 水果要吃当季季节的水果 不要把水果挤成果汁来 那我牙齿如果不好 我想要吃硬的水果的时候 我情愿它水果变成是泥状 水果泥啊 这样纤维纸也摄取得比较近 果汁是几点的吗 果汁今天那个渣渣还是要吃 我的意思啊 不要只吃喝清澈的果汁 因为喝果汁喝不到营养素 只喝到果糖两个字 水龙性营养素几乎都流失掉 所以你要吃当季的水果 然后如果真的牙齿不好 吃清菜的时候呢 要多种类的交替 多种类的交替 除了深色绿色青菜之外之外 海藻类 纺菜紫菜海淡 或者是夹豆类 比如说四季豆 甜豆莢 夹豆类的话 它含了比较多的叶酸 摄取的量会比较足够 可以好 然后呢 再来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 那请记得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有什么 豆腐豆干 豆皮豆包 还有鱼 还有昆食的肉类 记得深色肉类少吃 因为地中海型的饮食型 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月只吃 几次一次 也就足够了 然后一个月吃一次 它差不多手掌性大小 两个手掌性大小的量 就够啦 一个月哦 所以我们要少吃红肉 如果真的一定要吃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素食食材 豆腐豆干 豆皮豆包 或者是鱼类 那今天有教大家怎么样把豆腐豆干 你们的担心的 就是有过氧化性的问题去除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这边来补充一个 豆腐豆干 其实豆干的含量 不亚于牛奶哦 豆干 像豆干 我们说小小的豆干 小小的一块 一块一块一块 一点一点 它的豆干两块 有194毫克的盖 那牛奶一杯 有240毫克的盖 240到250毫克的盖 看是不是盖子含量也很多 豆干的炒青菜饼 是也可以 所以我意思说 素食食材它有它的好处 对不对 那吃要吃荤的话呢 记得红肉少吃 多吃一些白肉 那鱼类可以吃 可是请记得交调交调吃 今天吃了鱼 明天就休息 就吃铁的 后天再吃 酱鱼的鱼的重金属 甲鸡狗患 代耀性的那个醇料 对不对 那吃小鱼 不要吃大鱼 这样OK 这是指负含蛋白质的 那如果你要喝米制品的话 请记得喝低脂的 低脂的 低脂的会比较好 然后炒菜做饭 嗯 炒菜做饭的 除了用沙拉油 橄榄油 葵花油 葡萄油 都OK之外的话 不要用猪油 不要用猪油 那我们也不要用鸡油 也不要用鹅油 好那我们可以用坚果类来 做饭做菜 除了吃坚果类之外 还可以用坚果类来做饭做菜 所以今天都教大家怎么样 选择每一类的食物 选择一些健康的食材 这样就可以预防一些不好的食材